在科幻类型影视、文学作品中,人工智能题材深受创作者和民众喜爱,而人工智能未来发展能否超越并主宰人类,也是长久以来热议争论话题。 3月27日,在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《AI加时代来了吗?》分论坛中,与会嘉宾们畅谈AI与人类在时代发展过程中的关系。 小I机器人创始人袁辉表示,人类的传承关键在于不断认清和探索自己,如果人类始终保持这样前进,探索动力,那么AI始终是造福人类的工具。 所以我再三强调一个观点,就是人类一定要做好自己,人类几千万年一直传承下来一个最关键的原因,就是人类始终在不断地认清和探索自己,包括这个宇宙未来这样的真相。 如果人类始终保持这样一个前进的动力和探索这样一个动力,AI始终将会是一个工具,从而为人类的生活带来更美好这样一个变化。 协程旅行网首席传播官习伟航觉得,在人类没有完全了解大脑之前,不可能造出比人类思考能力更强的AI。 我的观点是第一个,在人类没有了解自己大脑是如何工作之前,是不可能能够真正制造出能跟人同样思考的,或者说比人的思考能力更强的AI的。 第二点就是我自己感觉,在人类不知道如何控制管理AI之前,真正的AI也不会大规模的应用的。 阿斯利康公司董事长雷夫·约翰森表示,AI的行为界限可以由人类通过科学计算来规范,人类也可对此进行哲学和伦理的讨论。 第一个就是人工智能的人类维度,我们可以做什么,而且AI的行为要有什么界限,这可以来自于计算科学,也可以来自于哲学和伦理的讨论。 今宣伦先生不谓的基于费,人类的内術,和生活和威力又是在网俄公司。 现在花费是有一个小学生的事情,所以我们在 1600画面中有一个个社会以后,